总统马英九终于打直升机前往高雄县 那马下乡跟桃园乡 这两个受创严重的原乡来看灾 总统马英九到那马下乡达卡努瓦村 当地的村民拍手欢迎 透过新闻播放了这样的画面 让安置在高雄骑山残境中心的南沙鲁村的村民怨声沸腾 他们认为总统既然已经到达卡努瓦村视察 为什么不继续前往被土石流 掩埋了一半以上的部落的南沙鲁村 隔一天南沙鲁村的族人趁总统前往小林村 罹难者二期法会时 大老远地从旗山的安置中心来见总统 南沙鲁村的族人希望政府赶紧加快脚步 救救南沙鲁村 因为他们也有三十多位失踪的亲人 到现在还找不到 谢谢 谢谢啊 谢谢马总统 谢谢大家 我来了 中文马银九在8月21号前往高雄纳马下乡 民生村视察灾情 当地村民拍手欢迎 这样的新闻画面看在收容在旗山禅境中心的 民族村村民眼里 会让外界误以为 纳马下灾情不严重 而引起多数村民怨声怒火 他们认为总统既然去了纳马下的民生村 为何不继续视察 原乡灾情最严重的南沙鲁民族村 今天的新闻呢 马银九你到南马下 为什么不去最严重的民族村 反而你在民权民生不到民族 找到电视 你跟你有个民族画面 或者是不是 你等一下民族最严重的没有到民族 因为很多取向是 你越到民族 业界是业益 那叫做业益水 你面对有些展望就是 不想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受灾的灾害 所以因为那个业益益水 那个打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火药 受了进洞 所以我们这个山才会垮下来 才会变成那个土株流 南沙鲁村民 趁着8月22号 马总统前来小邻村 罹难者二期法会现场的机会 村民决定 以反对越狱益水等三个诉求 前往公祭现场 向马总统发声 所以我们今天主人 就很重视地在这边开一个会议 说明天的话 我们要去小邻那边公祭的时候 找马英九发声 一直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去过我们的地方 也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南沙鲁 收容所的地方这边 我们就祈求上舱说 如果可以的话 明天就给我们机会 能奉到这个马总统 8月22号一大清早 南沙鲁村民聚集在禅境中心外面 出发前 他们同心祈祷 希望上帝保佑他们能够有机会 当面跟马总统见面 表达他们族人的心声 既然他没有来的话 我们就自己要找他 很希望说刚才我们也摆上 在祷告的当中 希望说我们有机会碰上马总统 把我们所有的数据就跟你讲 第一个就立即停止 业营水这个工程 第二个就永久的 记住的就是这个地方 再来我们再三下要靠什么生活 南沙鲁村民经由村长分配搭乘车辆 和确定人数之后 准时六点半从禅境中心出发 开车前往小邻村工绩现场 民族村民抵达工绩现场之后 选定位置 在工绩正门斜对面 族人头上绑着诉求标语 同时诉求标语也已经挂好了 我们是离那个业营水最近的一个部落 大概两百公尺而已 我们老人家90活了 活了90岁都没有碰过这个 所以这个水利局说那是 那是什么天灾 那不可能 那是人祸 昨天总统到也是到民生嘛 我们村民就是美艳啦 对对对 为什么到惹气那么像 怎么没有看到我们民主村的损坏 已经太严重了 最严重的是民主 对啊就是我们民主 叫他到民生啦 我真的叫他到民生 应该叫我到民主去看一看 没有啊立委 难道我们不是民主村的人吗 对啊对对 实际上总统昨天到南马西乡 应该是要到民主村啊 因为民生这个地方是没有死亡的嘛 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 所以昨天在引导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把总统带到民主村去看 要不然他整个南马西乡的灾情 说不定他还是状况外 还要请马总统 彻底的把我们这个叶英雄找出凶手 给我们赫赏我们民主村民的一切的损害 我在这里也是呼吁村长所讲 假如说这个主因的话 政府一定要做一个 做一个彻底的如何来弥补之外呢 这个工程应该要暂停 这个工程应该不能做 应该要暂停 我们以前在家里看电视 只要这边炸的时候都是晃的 会震动 会累开 这个山脉以前不曾崩落过 这种他们在炸山的时候 近几年都有 就是很小块的在崩落这样 因为我们很明确知道说 这个一定是业饮水的关系 南沙鲁村民在工济现场守候 马英九总统当天率领 行政院长等官员 来到小林村离难者二期法会 表达政府的歉意及致哀 部分西安山居民在现场旁 高喊抗议的口号 国民党完全执政 国民党完全执政 却满恨无能 却满恨无能 救灾不力 救灾不力 怪罪天下大鱼 怪罪天下大鱼 怪罪百姓无力逃亡 怪罪百姓无力逃亡 不肯撤昏 不肯撤昏 怪罪下属 怪罪下属 就是不怪自己 就是不怪自己 我们找了你好辛苦 今天我们这边是南马西亚南沙鲁村的村民 你有上去我们那边 也有清佛光山 就是没有来我们最严重的南沙鲁村 再来我要跟马总统讲的说 我要在这边跟总统讲说 夜饮水海要不要救 夜饮饮水海要不要救 是永久停工吗 永久停工还是只是暂时 是继续还是永久停工 因为我可以在这边简单的 你说水利署单位地址地址的学家说 他是没有问题 尤其是我们水利署单位 我要很明确跟大家讲说 我的家里那一个夜饮水 直径只有两百公尺处的地方 他们大概炸了两三年 只要我们在家 站在这边 我们家都是晃的 整个上面它都是冻的 你怎么可以说 跟它没有关系呢 这我们一定好好调查 一定给各位一个交代 八八水灾造成南沙鲁村民 三十多人失踪 除了政府要好好调查 并很完整地向村民交代之外 村民对于水利单位 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 也不尊重族人的意愿 向总统抱怨 原住民基本法 他就很明确跟我们讲说 如果要在原住民地区做事工 不管是什么 他又起了当地族人的同意 可是没有起了我们族人的同意 他就自己在 我们政府就在那边做 我们一定负责做好 所有的调查的工作 一定给各位一个很清楚 很完整的交代 南沙鲁村民还向总统抱怨说 政府救援太慢 造成族人被截支的命运 并希望总统承诺 保障他们未来就业的问题 我们在那边等待救援的人 如果说再快一点的话 就不会多十几个人 如果不是太慢的话 就不会有人截支 如果再慢个半天 甚至一天的话 我族人有可能大概现在 四五十个人 他是截支的 所以我们很抱歉 今天我们在都市 我们要生活 我们有可能每一个都会 淪落当乞丐 总统你知不知道 我们一定比照拜明 像你们那边 也有很多村民不幸罹难 我们一定会比照 小林村的待遇来出门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歧视 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我马英九说话算话 说道做道 南沙鲁村民这次顺利见到马总统 并且提出族人的重要诉求 总统也一一承诺 会负责交代一切责任 不过族人深信 这不是马总统的政治承诺 而是人命关天的承诺 族人希望马总统 言出必行 说话算话 说道做道 千万不要拿南沙鲁 三十多名失踪的族人 他们的生命来开玩笑 救人也要救救回家的路 还有很多原乡的道路没有修复 要回家变得好艰辛 嘉义爱丽三乡 连外道路受创严重 许多族族人 靠着自己的力量抢通变道 不过阿里山的道路 身会太严重 要完全抢通 还需要一段时间